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张铁林桃红拍摄吻戏精湛 桃红伸舌头 甚至一度有观众表示 极其辣眼睛 而这件事发生在倚天屠龙记的拍摄现场 当时张铁林扮演的是杨潇 桃红则是纪晓福 在戏中编剧给设计了一场感情戏 导演也表示为了剧情设计 两人必须拍摄 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 开拍前桃红一直在做心理建设 而张铁林为了对桃红表示尊重 连着刷了好几遍牙 可正是开拍张铁林的吻戏 却让人看呆 而桃红更是满脸都写着抗拒 那段时间外界刚刚传出 徐征和桃红结婚的消息 甚至有网友传出 两人因为这件事感情出现危机 可之后桃红采访却正面回应道 肉体就是生理层面的事 生理上的事情都不叫事 桃红的回答真的是惊呆众人 而张铁林一生都在和女人接触 据说换过的女友都不下二十几个 甚至还有三个女人甘愿为她生孩子 据她表示 自己的老婆的事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而现在刘玉丸也算收心症 经过日子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